在职场上从来都不会有人很坦然的告诉你 你的表现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尤其是今天你是别人的主管 你的下属会不会很坦诚的告诉你 你是一个好主管还是一个坏主管呢 最近我有去做一些培训的时候 就有一些学员 因为他们都是主管 他们就会问说 我们其实是否是一个好主管呢 其实真正一个好主管 并非说今天外人给你的一句话 就能够定夥你到底是好主管还是一个坏主管 而是你本身的表现 是否是一个好主管呢 其实员工尤其是你的下属 就已经在他们平时的行为上 给你打分了 给你知道了 只不过是他们是采用一种 比较是暗示的一种手法 而让你没有办法 真正从他们的口中听到 你到底是好主管还是一个坏主管 那么好了 今天我们就来解释一下 到底今天我们本身在工作的场合来说 如果你是个主管 你到底是不是一个对下属来讲说呢 你不是一个好的主管呢 那我们首先先来看了 那今天呢 我们本身先看看自己本身的行为 假设今天我们在回复电邮的时候 我想问问大家呢 你会不会说在回复电邮的当儿呢 至少有去可能讲一些早安啊 还是说谢谢啊 还是只是回答简单的 是 不是 有 没有 那种做法呢 我知道有时候我们工作蛮繁忙的 就是因为繁忙 所以我们有时候忽略了这种人情事故 所以我们只是简单的 当下属问了我们一个工作 我能不能够这样子做啊 而且我做了之后有什么后果啊 等等的东西 那我们只是简单的回复 OK 或者说 好 一句话 那就结束了 我们就把它发送出去了 其实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呢 会让下属感觉到说 喂 你今天是根本不在乎 我本身所提及的问题呢 还是因为你真的是忙到 完完全全不理会我呢 那这个是给下属的一种感受 这一种行为 其实会让下属呢 慢慢的跟你之间呢 会有一种陌生感 其实在我们回复电邮的时候呢 其实要加一句谢谢 其实也不是那么的难的 或者说今天呢 赞美对方一下 跟他说 你这一个建议 我觉得还不错的 你可以先去尝试一下 我觉得是OK的 那谢谢你了 你先尝试吧 有什么问题的话 再来问我 我们写的这一段话 其实也不会花我们很多的时间啊 但是呢 就能够让下属感觉到说 我们是能够关心对方 关怀对方的一种做法 这个是我们本身 可以看得到的一些事情了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要去看看了 我们本身呢 尤其在加班的时候 下属有没有因为加班之后呢 而把工作给做完呢 有很多时候啊 我们可以发现到说 我们本身交代下属所做的事情呢 他们没有一期完成 那么呢 其实这样子的情况底下 不只是说 下属本身的能力可能不及 或者今天呢 工作上可能太过繁忙 其实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呢 他们本身拥有一种 可能对上司有不屑的感觉 或者甚至呢 工作有一点点不乐意 所以他们本身就没有加快速度 也没有加强他们本身的那个效率 因此导致到工作 没有办法一期的完成 哪怕今天就算加班了 他们还是完成不了啊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行为上 来检视我们自己的一种做法 另一个我们可以看到 也很明显的就是呢 下属经常会请假 哇 这个情况底下呢 我们身为上司了 身为主管了 一定很头疼了 有时候呢 我会发现到说 明明今天呢 已经跟他们说过了 今天的工作量会比较大 所以呢 恳请每一位下属呢 都能够准时到公司 必须要加快速度 但是偏偏这个时候呢 却有一些下属呢 临时请病假 临时请一些特别假期 那你也不懂 他为什么要请假 其实很简单呢 摆明了 就是要跟你搞对看嘛 摆明了 就是不喜欢听你的指示嘛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下属之间呢 他们会有个感觉 今天上班又要看到你这张脸 倒不如的话呢 我不来 这个是他们本身会做的一种行为举止啊 那当然呢 也有很大的可能性就是呢 我们本身在工作上来说呢 你经常会对下属呢 大喊大叫的 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呢 我可以发现到说呢 经常在企业培训的时候 有些主管呢 的确他们在公司里头呢 他们会用比较大声的声音 跟他们的下属在说话 各位 下属也是人啊 下属也等于他被尊重啊 有时候你大声大喊大叫 跟他们说话的话呢 反而会有一种 更加没有办法 让他们听进耳里的一种做法 所以其实 我们本身呢 跟下属说话 不一定要大喊大叫的 最主要是怎么样呢 让对方明白 他该做的事情 哪怕今天做错了 我们只是提醒他 然后点醒他 你可以严格 但是不一定 今天要用到很严肃的表情 来对待他 所以今天呢 我们本身做一个主管 假设你经常在公司里面 都是骂下属的 大喊大叫的 你就知道了 其实 并不是下属的问题 而是我们本身的问题啊 因为呢 下属他本身做的不好 其实很大可能性 是上司本身 你没有办法 真正的把这个工作呢 好好交代 也没有真的 把你要让他们做的事情呢 就是说 让他们能够明白 或者你没有真正的 去做这个教导 所以才导致到呢 你经常会火冒三丈啊 心肠呢 会让他们 感觉到说 他们力不从心 到最后呢 你就用大呼大叫的方式呢 来给他们指示 那么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呢 其实是一个不良的文化的 所以从这几个点里头呢 我们都可以去探讨一下 我们今天 有没有做出这样子的一个行为举止 假设有的话呢 我们可能在下属的心目中 已经是变成了一个 坏主管的一个形象了 如果以上的事情 没发生的话 那么恭喜你 但是呢 我们也必须要谨记啊 这几样事情呢 千万不要翻上 因为一旦你翻上了 你就要开始告诉自己说 这个时候 你应该要改变你的一种行为 以便不会掉入 坏主管的一个陷阱里头啊 就要改变你的一种行为 就要改变你的一种行为 然后呢 就要改变你的一种行为